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来进每天开机玩游戏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前者 我是Rico Papa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加油站 在这节目里面我们会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新发售的游戏资讯 先跟各位说声新年快乐 这一集的游戏新闻都是跟 Steam 有关 除了要来看看火烫烫热滚滚 有广大玩家们投票出来的 Steam 大奖到底奖落谁家之外 也刚好能从刚出录的年度数据与资料 来探讨2023年 Steam上面卖最好 最多人玩 评价最高的游戏有哪些 说真的 有不少蛮出乎意料的哦 在开始之前 请先让我分享最强的体感玩具 红犀牛夜间玩具 这个大概是我接到最有感的工商了 秉持着诚信的原则 所有的工商 无论是游戏还是商品 都一定要亲自使用过 用心去感受 用爱去体验 振振切切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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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就真的比较不好意思 我只能分享我的感受 不能把产品细节拍出来 不然肯定黄标啦 我体验四项产品 排球妹 构造设计实现层层拨开突破 小巧好轻又好长 出白之星星有菜 终极体验 在最尾端还有一个惊喜吃鸡 现在是我放在工作室的小辣婆 绝对是背中精品 还有这个签名卡专 如果担心外观太露骨 怕被发现尴尬 那也可以选择大白鲨或者是大网游 都是比较低调的外形 重点是非常的容易清洗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大网游啦 红犀牛 应有尽有天天出货 300元的折扣优惠码 5%加码现金回馈 还有业界最强的一年保固 资讯栏中有红犀牛的连结 点开发现新世界哦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本周的游戏新闻部分吧 疫情开始之后 不但打乱了全世界许多人的生活 连同游戏的制作流程也是跟着大乱了 许多开发中的游戏不是延期 就是无声无息 当时就曾经有不少的媒体报导说 接下来一两年内会有一波游戏大旺季 因为那些受到疫情所影响的游戏 未来都会挤在这个差不多的时间段推出 没想到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 一两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等到这个奇景 好不容易 等到了2023年 前面累积的那一波小宇宙 终于一次全都爆发了出来 跑完的大作 小品连连 玩到手忙脚乱 根本玩不完 TGA的年度游戏大奖是由博德之门3拿下了 但是其实入围的其他五款游戏中 里面任何一款只要放在其他的年份 基本上都是有可能成为当年的年度游戏的 由此可以看出2023年有多么精彩 说到精彩 2023年的Steam也是不遑多让 除了带给了玩家加量不加价的 Steam Deck OLED掌机之外 也终于可以单独隐藏某一些游戏的实时动态 已经有玩的数据啦 对于许多游戏酷有小黄油的玩家们 这个改动真的是无比的贴心 从专门记录Steam公开数据的网站SteamDB 也可以发现Steam在这一年突破了许多的记录 比如说光是2023年一整年之内 就有多达14423款全新的游戏在Steam上推出 创下了Steam自推出以来的新高点 比前一年还成长了14.5% 平均换转下来 每个月都有超过1000多款的新游戏 真的是已经多到这辈子都不可能全部玩过 而新游戏上架的时间点先是在3月有一波高峰 然后到了8月之后 每个月都固定有1000两百款以上的新游戏上架 数量最多的是10月有1320款 至于这么多的游戏里面 到底哪些种类的游戏最多呢 这一点也是可以从游戏的标签中看出一些端倪 在2023年推出的14000多款游戏里面 有多达12000款的游戏使用了单机游戏的标签 其他比较多游戏用的是独立游戏9300 休闲8800 动作8500 冒险8000 RPG 还有侧流的标签 则是各自有5000多款的游戏使用 那在这些新推出的游戏里面 先行版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了 对比前一年的增长幅度是35% 总共有2632款的游戏使用先行版的方式上架 只是这些游戏要等几年又有多少 真的会做到1.0版没有气坑 就很难说啦 玩家的同时在线人数也是这一年当中15次打破了Steam过往的最佳成绩 光是在年初就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同时上线的大关 后续更连三次突破了这项记录 到了2023年的12月 这项记录被推进到了1040万左右的同时在线人数 除了上述的这些记录之外 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像是这款很不知所以然的期盘游戏 The Leverage Game 就是去年整年里面Steam上面定价最高的一款游戏卖999美金 台币要价31000多根本就是狮子大开口 不过到目前是还没有人真的去买来开箱当盘子 也不知道这开发商是要洗钱还是要干什么 为什么把定价定的这么高 另外Game World Observer也整理出了几个图表 我们先来看看2023年新推出的游戏里面 有哪几款拥有最多人同时游玩的玩家数量 前两名毫无意外的就是上半年还有下半年的王者 霍格华智的传承以及博德之门3 分别都达到了87万多的同时游玩人数 第三名则是生存恐怖游戏The Forest的续作 Sons of the Forest 阴森之子 目前还是先行版就已经取得了41万人同时游玩的夹击了 这款原本是想要纠团来玩的 但是可能当初一起玩一代的时候觉得太恐怖了 玩起来压力太大还是怎么样了 怎么都就不满人 第四名就有点意外了 居然是让许多玩家失望的Starfield星空 即便微软的XGP上面可以玩到 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在Steam上面买来玩 只是从游戏最终的表现还有玩家的评价来看 B色感觉还是卡在过往曾经的辉煌时代走不出来 不但有官方跑来Steam评论教育玩家 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之外 连一些MOD大神都会觉得这款游戏本质上就是不好玩 而气坑正在制作中的MOD 至于第五名第六名就是我们近期自己玩的比较多的游戏了 分别是玩法很创新的竞技游戏The Finals 以及跟朋友玩起来超级欢乐的Lithal Company 排在这些之后的分别是 R14 机架傭兵6 1G2 以及大都会天机2 眼界的玩家们可能会注意到 这个数据里面似乎少了几款知名游戏 像是每一年都不缺席 每一年都被骂 但是每一年都还是卖得很好的年货 以及浴火重生的2077资料片等等 这些游戏主要是因为要么是有独立的登入器 要么是需要游戏本体来执行等等的原因 没办法用同时上线人数来追踪 所以最后才没有出现在这些榜单当中 不过还有另外一项 能表现出来玩家对2023年游戏满意度的排名 那就是Steam评论的好评率 这边就能看出游戏大厂推出的就反而比较少了 评价最高的这些游戏大多数都是一些独立团队所打造出来的 要么是玩法有创新有特色 再不然就是把现有的游戏模式进一步的优化 像是第一名96.99%好评率的Litho Company 虽然画面看起来超级的阳春 但是各种的随机性 搞怪的乐趣 以及游戏中收发化的机制 都让这款合作向恐怖生存游戏 成为了今年最成功的赢家之一 第二名的Pizza Tower 是把平台跑酷这个类型做到的更有趣 操作手感速度感再加上超然的音乐 让这些游戏玩起来比音速下的还要更爽 345名分别是96.42%好评的R14 95.99%好评的玩起来有毒的Dave the Diver 以及今年的年度游戏博德之门3 95.85%好评率 后续的几名其实过往就比较没有去注意过 有点陌生 所以就抱着好奇心态去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每一款都还真的看起来超好玩的 像是谢谢鬼现存者玩法的Potato 看起来超虾 但是又有超帅超high的动作游戏Crab Champions 以及很像美少女梦工厂的Volcano Princess 看一看愿望清单的默默的又加了好几块 既然有好评率排行榜 当然就会有差评率排行榜啦 而2023年差评率最高的游戏 痒痒痒痒痒痒 当然是莫名其妙的诈骗游戏 The Day Before 浩劫前夕 只获得17.6%的好评 里面应该有不少还是那些不能只有玩到的类型 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一款游戏 理应是要成为这个排行榜的榜首的 但可能是因为计算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就没有出现 这个游戏就是暴雪 在今年放上Steam血迹的Overwatch 2 斗争特攻2 不但好评率低到只有16.15% 还一度打破了Steam历史上最低评价的记录 其余的这些就不花时间一一的介绍了 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有没有人在这些副品牌行榜当中 好死不死连续玩到了好几款的呀 那看完Steam的数据 接下来来看看 完全由玩家朋友们票选出来的Steam大奖 是哪些游戏得奖啦 首先是年度游戏奖 虽然入围的名单当中出现了一个怪怪的FC24 不过最终还是有博德之门3所拿下来了 这款好玩归好玩 但是说真的入门还是有一些门槛在 对于没有接触过同类游戏的人 可能要花不少的时间来习惯游戏的设计逻辑 以及相关的机制等等的 但是一旦摸手了 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恐怖的精神思光屋 因为每一次游玩都会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 还没有破完一轮 就会开始想一下下一轮要怎么玩 这也是为什么博德之门3自8月推出以来 到现在同时游玩任数还一直是居高不下 除了年度游戏奖之外 博德之门3也靠着大量的文本 还有精彩的剧情 同时拿下了steam2023的杰出剧情游戏奖 至于年度VR游戏奖这一块就很不熟 家里的VR头盔基本上是摆满了灰 得奖的游戏是Libyrhythm 看起来是一款合作项的恐怖解谜游戏 在下一个奖上就很有趣了 甜蜜的负担奖 这个要念一下这个奖项的解释 这款游戏已经推出了好一段时间 制作团队的创意结晶 早就过了刚诞生时期的耀眼夺目阶段 然而开发人员依旧发挥着父母亲的爱 养育他们的作品 这款游戏直到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在不断的推出新内容 通常会得这类的奖 都是类似像是无人升空 或者是2077那种 是开发商不断的更新内容 将游戏改头换面 让玩家感到耳目一新 这次的得奖者居然是RDR2 这款推出之后 线上模式已经好几年都不曾更新过了 感觉是已经被开发商给放生的游戏 只能代表说玩家很调皮 使用类似像是负贫轰炸那样的模式 故意给RDR2来得奖 以此来让开发商难堪 凸显他们的无作为 同样这种给开发商难看的行为 也体现在了玩法创新无上限奖上面 得奖的是STARFIELD 星空 B社那边还停留在过去辉煌时期的玩法与机制 怎么看的都是跟玩法创新扯不上边 但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 B社的PR团队不知道是脑抽筋还是怎么样了 跑到Steam留言区去教育玩家 回复还很像AI 结果又引来一波新的纵怒 评价越调越低 也难怪这次会被玩家给恶搞 很好奇以后星空这款游戏的宣传上面 会不会这样将错就错 把玩法创新无上限奖给大拉拉的放上去 接下来是最佳Steam Deck游戏奖 在Steam掌机上面跑得不错 人气又高的霍格华兹的传承得奖 是不太意外啦 读乐乐不如众乐乐奖就蛮竞争的啦 虽然是由Lethal Company得奖 但其他入围的几个其实也都是满欢乐的 尤其是Party Animal在我自己家里面就掀起了一波小旋风嘛 老的小的各用一种设备一起玩得超开心 杰出视觉风格奖则是由原子之星获奖 虽然世界观的设定是真的蛮有趣的 但是玩家们最有印象的 应该还是超性感的双子女铁机器人 以及讲话超闲思 口味超级猎奇的电冰箱 至于难道抓狂的极品奖 得奖是隔了好久才在Steam上推出的C服 武打的动作还有镜头画面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真的是没有话说 但难也是真的蛮难的 最佳原生代奖 获奖的是最后三万者 Part 1 虽然一代的音乐是真的经典 但是其他入围的游戏演的也是很优秀 像是超级热血的Pizza Tower 跟着一起懂事懂事的Hi-Fi Rush 以及系列BGM一直都很赞的P5T等等的 不管哪一款得到这个奖都不意外不奇怪了 最后的是轻松愜意讲 忙碌一天之后的舒缓妙方 玩起来既顺畅又轻松化解所有的烦恼 让游戏带您进入禅定时刻 得奖的是我们自己也超级推荐的 Dave the Diver 复古却又漂亮的画面 以及简单又有深度的机制 结合起来让游戏的过程非常有趣 正当玩家们以为好像摸套这款游戏的时候 又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玩法 惊奇感不断不断的上演 只要有玩过这款你就会发现了 开发团队是真的对游戏有满满的爱 如果发现自己开始出现了电子洋味的症状 蛮推荐可以买这款来咻咻看 如果各位在过去的一年 在Steam上面有玩了什么游戏 是我们这边没有提到 但是你非常推荐的 都欢迎留言在下方来跟大家分享哦 影片看到这边 希望大家可以拉开下面的留言 看看其他的观众留了什么 如果有喜欢的 或者讲到自己心坎里的 麻烦请顺手帮大家都按一个赞 感谢各位的帮忙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好笑的要继续看下去才不会错过哟 那接下来按照惯例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2023年的11月19号 是Valve家传奇游戏Half-Life推出的25周年 Valve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把当初做这款游戏的团队都找回来拍纪录片 一边介绍Half-Life是怎么诞生的 也聊了许多当初做游戏时候的过往 像是一开始两个创始人都没有想过会成功 找来的人很多都是没有实际做过游戏的门外汉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对游戏有热爱 所以像是帮游戏写最多代码的 是一位想要当律师的化学系学生 而帮游戏中的怪物做出AI的设计师 居然本来是一个松饼店的经理 团队在创新的同时 也在研究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游戏做得更好玩 最终才有了这款经典的Half-Life出现 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纪录片的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没有中文字幕就是啦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感谢XBOX 台湾每周提供两张三个月的HPU卡 来给偷闲交战的观众做抽送 参加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任何一篇游戏新闻趣闻作评 或感想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及开讲的时间 我们都会放在这里的留言 接下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新上市的游戏可以玩 这段时间刚好是淡季没有什么游戏上市 所以就来介绍一些之前还没有提到的游戏 God of War Ragnarok Valhalla 这款是新战神续作的DLC额外内容 开发商在这个全新的模式里面加入了Rogelike的玩法 玩家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战斗当中挑战不同的怪物 每一轮结束的时候可以随机选择新的能力强化 来面对接下来更难的挑战 除了战斗打起来很紧凑很爽之外 最大的特色还是在于奎爷本身的故事延续 透过接续主线之后的独立剧情 让奎爷能够重新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往 解开过去的新结 过程当中有许多过往系列的内容与彩蛋 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 真的是给战神系列所有的粉丝福利 Nousia 这款视觉小说内的狼人杀游戏很特别 最初是在2019年推出在PSV上面的作品 虽然评价非常不错 但是因为出在被索尼放声的掌机上面 所以知名度一直不高 2020年上了Switch 2022年上了Steam平台 这次总算登上了剩下的主机平台 PS还有Xbox 游戏的玩法虽然是狼人杀 但是却是一款单机游戏 游戏中的其他人物都是由AI操控的NPC 每一位NPC都有很不错的例会跟人设 玩家在不断的轮回当中找出被病毒感染的人 每一场的人数条件事件还有对话都会有所不同 玩家要通过每一轮的记忆并且跟另外一位主角合作 才能够揭开整起事件背后的真相 Resident Evil 4 Remake 20古堡4重置版在去年3月上市 不但销量和口碑都很不错 Steam上面也有97%的压倒性好评 虽然是一款很成功的冷饭重温 不过最厉害的 还是卡普控居然把这个游戏搬上了手机这个平台 不仅在Mac iPhone iPad 上面都能玩 游戏之间的存档还可以通过iCloud来同步 不过只有最新的iPhone 15 Pro 或是有M1 M2晶片的iPad才跑得动 虽然游戏在移动端上面有内建触控操作模式 但是目前看下来大多数的人都说不太好用 最好还是外接个手把比较能够正常的游玩 游戏战的容量有点大 偶尔某些场景帧数还会掉 那毕竟是在手机上玩嘛 便利性才是重点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趣闻时间了 Steam平台上面最有特色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让所有买游戏的玩家 都能在平台上面留下自己对游戏的感想 这个当中当然就不发一些很搞笑 或者是很奇葩的留言 那不久前刚上市的格斗游戏 碧蓝幻想Vs Rising 就出现了一名对游戏感到不满的日本玩家 写出了一篇像是论文一样长的负面评论 虽然主要都是在批评DLC的部分 但是整篇文章算下来了 光是日文就要有6800字元 用Google翻译成中文之后 也差不多有5100多个字元数 假如是换成我们的文案标准 大概可以不间断的骂个15分钟 是说要我骂咕噜也很难骂那么久 看来这个日本玩家是真的有怒到哦 好了本集的偷闲交友战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叮当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是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请订阅我们频道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co爸爸 我下周见 Goodbye 整个频道的文案 口白 剪辑 都是我们从零开始摸索的 然后我 我 我 啊我真的是我 不知道为什么从众多的剪辑软体当中 挑选了威力导演来期受 随着熟练度跟需求度渐渐的提高了 就会发现威力导演是真心不好用 于是在游戏默一年前就果断切换到达芬奇 有种豁然开朗 拨云见日的feel 但是 耳朵不好的James 因为偷闲下游战都是他剪的 舍不得这几年来留下来的档案资料 坚持用威力导演来剪片 剪了三年 狡了三年 好不容易近年换了vi 就被迫学习打芬奇 一摸又多摸了一个礼拜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脱根啦 2024 马上脱根 哈哈哈哈 从2024 年开始我们的影片都更新了门面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吗 整个vi从开始到结束耗时7个月 如果后续有机会 大家也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集来分享设计师沟通的过程 还有新设计的概念 以上这些话是James说的 我反正整个沟通过程都是在放空啊